请大家请离我们做一个祝福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感谢赞美你 我们在祢的带领下再一次来到十恩宝座前 我们要向祢献上赞美和敬拜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我们承认说 我们除了祢我们别无拯救 我们肉身没办法得救 我们的灵魂也没有指望 但借主耶稣基督 祢要使我们的灵魂体都得救 我们今天我们要吸取祢的大门 我们要感谢祢给我们有机会来读这段经文 求祢的灵魂在每个人的心中做工 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把软弱和我们的失败 都在这里写下 我们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 主啊我们也特别为了我们这个要来的礼拜六祷告上的活动来向祢祷告 祢能够把福音传到万民的耳朵里 让我们愿意按着祢的大使命去把福音传到万民的耳朵里 我们愿意为祢打属灵的战争 主啊我们这时候也为着我们的营会来向祢祷告 主啊也求祢让弟兄姐妹愿意把这段时间分别出来 让我们能够在营会短短的几天来清净 我们这时候纪念主耶稣在地上教导祂的本徒这样祷告说 我们在天的祢祢愿认读着祢的名为圣徒 愿祢的国家庆祢愿祢在地上无同心在地上 我们这时候被祢祢是经得知学者 愿我们的祢祢做终于愿客人都在 不叫我们的一切事上就我们脱离之后 因为活动全力与荣耀全心得到 祢祢都是我祢祢祢的 我们今天要来看神借着保罗来医治生来是瘸腿的 所以,我們會看看,神經病可以治癒死亡的人。 這段經文是記載在《使徒行傳》十四章八到二十節。 我們來看第八節。 我們一起讀。 我們先聽到這裏。 這個《路思德》是一個城。 聽說那時候,這個大馬社是第一個城。 第二個城呢,第二大城就是路思德。 所以,《使徒行傳》在那時候是第二大城市。 保羅呢,我們知道在保羅的一生裡頭,大概有三次的宣教之旅。 我們知道在他一次宣教之旅裡頭發生的事情。 在那個城裡,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 我們知道聖經裡頭呢,他給我們看到字面的意思,但是經常他也給我們有屬靈的靈意。 我們看到這裡,這個人是生來就瘸腿了。 他從來沒有走過路。 我們知道在那個地方,在紐約有沒有這樣的人。 也挺多這樣的人。 肉身,他是瘸腿,也從來沒有走過路。 但是這個瘸腿的人呢,做了一件特別的事。 這個瘸腿呢,是聽保羅講道。 我們看很多的瘸腿呢,就在路邊討飯。 他們不願意去講道。 他們不願意去聽道。 所以那些人呢,就在路旁討錢討飯的那些人呢,最多呢,就是可以得到一餐兩餐的飽足。 但是這個呢,他把時間用得很好,專門去聽保羅講道。 那今天有一些人講說,保羅在哪裡?如果保羅來我也去聽啊。 雖然保羅不在,但是神拆敗了他許多的傳道人在那裡講道。 所以他雖然,他的腿不行,但是他的耳朵行不行。 雖然他的腿都很瘋了,但是他的耳朵都很瘋了。 所以他願意去聽。 所以他願意去聽。 我們今天呢,在我們當中,是不是有一些人也是身體上有缺陷? 或者我們身體上有些軟弱? 我們有一些疾病? 或者有一些缺乏?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做呢? 有一些人有缺乏了,我就到處去找工,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來補足自己的缺乏。 但是我們根本的需要,卻沒辦法得到滿足。 我們知道這裡,這個往往一個能夠自己解決生活問題的人, 我們都說他這個人是能夠自立的人,是不是? 也就是說他自己能夠站起來的人,就是自立的人。 但是這個人呢,他沒辦法自立。 我們很多人也沒辦法自立。 但是我們還以為自己可以。 我們自己只要找到工作,就能夠解決問題。 或者誰幫我們一下,我們的問題也能夠得到解決。 或者誰幫我們一下,我們的問題也能夠得到解決。 那我們就是不願意去聽到。 所以我們好多的問題,最後都沒辦法得到完全的解決。 那感謝主,他聽保羅講道。 另外一方面我們從保羅身上也學到一些功課。 保羅就是定經看他。 什麼叫定經看他呢? 就是看他的時候,看了又看。 那是一直看。 我是傳道人,有時候呢,真的,對一些人我只是看一下就看過去了。 沒有一直看。 但是保羅呢,他一看一個人,還一直看。 也就是說這個人,他在聽到保羅一直關心他,注目於他。 他的反應保羅很在意。 所以傳道人都說,我們講不是講完,我們就走了。 你講了,還要看。 看看那些聽的人有沒有反應。 結果他看了之後呢,就看到那個人有什麼東西啊? 信心。 信心。 信心能夠看得到嗎? 信心能夠看得到嗎? 看得到。 OK,我們肉眼當然沒辦法看到信心。 但是屬靈上我們看到信心。 你如果看一個人看久了,你就知道他真的有信心還是沒有信心。 在教會裡頭,我們跟弟兄姐妹接觸。 你不用講,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有沒有信心,或者信心到什麼程度。 你觀察久了,不用別人講,大家都對這個人的信心程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OK,我們來看第十節。 那保羅看到了他的信心了。 然後保羅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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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來。 你起來。 兩腳站直。 兩腳站直。 你看到這裡。 這裡呢,這個人的信心是有表現的。 你如果去叫一個從來沒有走過路,從來沒有站過的人, 叫他現在站起來,他會怎麼樣的表現呢? 我們一般來講,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我能嗎? 我真的能嗎? 你來幫我一下,拉我一下。 或者慢慢慢慢慢慢站起來。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把握。 我們不敢馬上做。 我們不敢馬上坐。 那個人怎麼做? 他不是站起來,他是什麼? 跳起來。 他不是站起來,他活著。 我說我上了年紀,可能不大合適。 因為這裡很多人比我站。 但是,真的,現在一年不如一年。 所以好多人告訴我以前的朋友說, 你現在起床的時候,不要馬上跳起來。 要伸身腿,動動腳,然後慢慢站起來。 這個因為,你以為自己,因為我以前可以跳起來。 那現在,如果你還像以前那樣跳起來的話, 那可能就出到問題。 但是這個人呢,他從來沒有跳起來。 但是這馬上就跳起來。 而且行走。 他能夠這樣做,是他信心的一個表現。 是他一個信心的表現。 所以他已經有了信心。 所以,這個保羅可以那樣的宣告。 保羅從靈裡看到他的信心。 所以他能夠這樣宣告。 現在我有時候在看電視,有一些人在醫治。 有一些人叫了半天,他就站不起來。 我爸爸在很多年前,躺在床上好多年。 結果呢,就有一個弟兄,他就去看他。 一見到他,他說,站起來! 站起來! 他叫了大概十句。 你們猜猜我爸爸站起來了沒有。 那為什麼我爸爸站不起來? 因為這個站起來是要神說,不是你說。 保羅神跟他說。 所以他能夠這樣宣告。 那有時候呢,我們人以為我們自己可以宣告。 如果神沒有跟你說,你多大聲都沒有用。 有一些人的聚會,有一些地方的聚會,大聲地叫。 但是大聲地叫,神才能夠聽到。 那我問,神是不是耳聾啊? 所以這些事情呢,不是說我們人,怎麼喊,怎麼叫,神就做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事情是神的事。 11節我們一起讀。 眾人看見把我所做的事。 就用阿弥陀佛法所說, 有神戒等人情, 將禮在我們中間。 12節。 於是向阿弥陀佛所說, 向阿弥陀佛所說, 因為阿弥陀佛法所說。 當你能夠行神機歧視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不信的人, 他們就用以前他們宗教的觀念, 來套在這個所行的神機上面。 那這時候呢,我們看一下保羅是怎麼樣的回憶。 所以我們看看保羅的回憶。 再看一下。 14節我們看。 法至4 三節。 basic三節的經歷像、 主觀你為什麼去做這事呢? 我們也是神信勁合理會比較。 我們傳遺給你們 只叫你們離奇這些事後 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 永生成 祂在以前的世代 人並萬物各性之一 我們這裡看到保羅的反應是 將榮耀歸給神 而不是更想跟神分享榮耀 那你跟神分享榮耀的時候 我們想那人家應該就更加尊敬保羅 但是我們來看 人是怎麼樣反應的 我們再看十九節 我們請讀 當你不願意跟神分享榮耀的時候 你沒有得到人的尊敬 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怎麼樣呢 人家用石頭來打保羅 打到什麼樣的程度 以為祂死了 以為祂死了 這個是真打還是假打 是真打 以為祂是死了 就把祂拖到城外 那二十節 他有沒有死 他起來了 他繼續傳福音 好 我們剛才呢 把這段基文走了一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單章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首先這裡 一個瘸腿被醫治 這裡有私醫治的人 一個是蒙醫治的人 那私醫治的人是誰呢 是誰 是保羅 是保羅 這個要私醫治的人 這個人不是隨便的任何一個人 這個人是一個依靠主犯黨講道的人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傳福音的人 那時候保羅要傳福音 他要講道 這不是像我們今天在美國 我現在在美國 我現在在這裡講道 有沒有危險 有沒有危險 沒有危險 而且我面對的這些弟兄姐妹 你們是反對我的人呢 還是跟我同心的人 是同心的人 是同心的人 但是保羅當時在傳道的時候 是在一個環境完全敵對他的一個環境 是在一個沒有接受福音 甚至沒有接觸到福音的人 但是因為他遵行了主的命令 大使命 他放膽地去傳福音 保羅他自己以前是逼過主的人 他知道那些要來傳揚這道的人 是有生命危險的 因為他以前 他已經處死過這個殉道者 實際法 他知道這個危險 但是為了主的福音 他不怕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一邊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一邊 那為了主的福音 他毫無畏懼地 在一個敵對的環境裡頭 傳揚神的福音 我們經常講說神為什麼不用我 我也想要跟保羅一樣 醫治病人 那請你自己問自己一個問題 你像保羅嗎 你為了主你連命都可以不顧嗎 如果你真的為主可以連命都不顧的人 神開始要用你 所以我們今天 主需要有很多的用人 祂需要那些願意為祂犧牲的人 祂需要那些願意為祂犧牲的人 如果你侍奉主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為了其他的利益 甚至是為了方便 哎呀 我說這句話我覺得非常慚愧 因為神學院裡頭有好多人 祂侍奉神 真的是 就是因為 為了方便的人 到處找工作結果找不到 哎呀 去讀神學吧 你說有沒有這樣的人 因為 什麼都不行了 那就到教會去了 祂去侍奉神服侍得到神的呼召 所以這些人去侍奉神 所以這些人去侍奉神 有時候真的就像故宮一樣 聖經講說這些故宮啊 等到羊群有危險的時候 他第一個走 第一個跑掉 所以這樣的人 有時候真的神沒辦法用 所以我們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真的要審查 我們是怎麼樣的人呢 然後 第二個 這個人的特點呢 是他願意 被神使用去行神奇奇事的人 你知道行神奇奇事啊 這個是真的不容易 因為有時候有些神奇奇事 神奇奇的你在做的時候 成功非常好 但是呢 神有祂的意識 祂有祂的安排 祂有祂的安排 因為你如果想太多的人 你如果想太多的人 神沒辦法用你去行神奇奇奇事 有一些人就是 誰要用他 他就想 如果是這個病人 如果是這個病人 如果因不好 那我這個傳導人 以後講到就沒有人聽了 所以神想要用一種人 而那些人在想 如果神想要治療這個人 如果他不治療 那你以後就沒有人聽了 就像有一次我要去跟一個人禱告 結果我在路上的時候 另外一個前面就跑過來 叫我不要去 我說為什麼不去呢 我說為什麼不去呢 他說我以為他只是感冒 我以為他只是感冒 所以我們叫你去為他祷告 那既然我們知道他不是感冒 他是癌症 你叫我不要去 我說為什麼不去呢 我問為什麼不去呢 感冒就可以去 癌症就不能去 如果你有癌症 你可以去 但是癌症就不去 他說我們不是 不是為了別人 為了你 他說你這樣 去為他祷告 他感冒會好 神的榮耀 他們也尊敬你 如果他癌症 你祷告了 他不會好 但是神得不到榮耀 那敵人寶告也沒有功效 所以不要去 你說我該不會去 我去還是不去 所以我說我既然來了 我就肯定去 因為醫治是神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神就要去 我就去 醫治是神的事情 神要醫治他 你是感冒他也醫 癌症他 易不易 但是我們今天呢 就覺得說 難的事情神沒辦法辦 容易的事情比較容易 神沒辦法辦 但我們認為 神沒辦法辦 但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有沒有難成的事 所以保羅是這樣的一個人 神要我去 我就去 在這之前 保羅從來沒有 一直過一個瘸腿 你知道嗎 如果說我以前保羅醫治過 那這一次呢 反正是有經驗 那就是再去醫治一個也可以 但是保羅呢 他沒有經驗 但是因為神叫他去 他就去 所以一個神要用的人 是一個不怕死的人 第二個是一個 不顧後果 神叫去就去的人 然後我們剛才看到 保羅一直在看著這個人 就是一個保羅是關心人靈魂的一個人 如果神要用你 必須你有一個關心人靈魂的心 如果你沒有負擔 神就沒有給你這樣的機會 有一些人說 啊 他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 來聽他講福音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有負擔 我認識到一個醫生 他醫生呢 這個醫生很出名 所以經常出外旅行 但是他每次出門 他就都有一個祷告 神啊 你就給我 有機會傳福音 在等飛機的時候 人家坐在他旁邊 有時候就只有半個小時 他半個小時就可以傳一個福音 讓那個人來信主 然後坐飛機 兩個鐘頭 哇那足夠了 那個人要跑去什麼地方 跑不動 要看手機 沒有Wi-Fi 然後什麼 所以 他就可以這樣跟他傳福音 所以神借著他 救了不少的人 然後最後這個人必須是 能夠憑信心說話的人 他信神的話 所以神借著他說話 他信神的話 所以神借著他說話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這個 蒙醫治的人 我們再到另一個點 那是人們 誰是被治療的 誰是被治療的 我們先講他的這個 他無阻的情況 我們先講他的這個 他無阻的情況 這個人 有腿